为迎接国庆黄金周和旅游旺季的到来 三亚对旅游市场违法行为亮剑 用花钱买投诉的方式 鼓励中外游客共同参与旅游市场治理管理 举报社旅违规经营行为最高可奖励15万元 社旅违规经营将面临停业整顿5个月的惩罚 三亚用重奖重成一诺千金来整肃旅游市场 为游客营造放心游的环境 5月中旬天涯社区网友反映 参加39.8元豪华游艇出海一日游被坑 投诉三亚某旅行社发布的海南三亚39.8元 抢购原价398元豪华游艇出海一日游 广告宣传多处与实际不符 套餐未提及如果提前返航需额外支付交通费 实际东船后如若要提前返航 需要支付提前返航交通费每人100元 多客人反应的问题跟我们调查的情况 基本上都一直 当时客人所报名的那个 豪卫游艇一日游所玩的相关内容 和它实际宣传的内容不符 按照那个需求宣传对该旅行社 做出处罚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28条 三亚市工商局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违法经营行为 并对其处以罚款50万元的行政处罚 为加大旅游市场整治力度 三亚畅通投诉渠道 几年以来 12301旅游服热线受理社旅来电共计30356件 日均半里116件 半截率达到99.72% 回访客人满意率达到98.12% 为游客争取到理赔金额累计339257元 三亚还建立投诉奖励方案 鼓励市民游客候鸟举报黑社黑岛黑车黑电黑船 以及正规企业的违法违规行为 根据三亚市旅游市场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举报奖励办法 被举报投诉人依法受到行政处罚 总额在30万元级以上 即以举报人3万元奖励 被举报投诉人依法受到吊销证照行政处罚的 给予举报人5万元奖励 被举报投诉人涉嫌刑事犯罪 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 每案最高奖励可达15万元 我们有一个举报奖励的一个平台 就是那个有两条线 一个就是12301和1235 只要就是说它提供的证据 苏信这些东西都是有效的证据的话 我们受理这些举报奖励了 举报以后呢 我们会逐一的去落实去调查 它确认出来了以后呢 如果有处罚结果的话呢 我们会跟游客做一个回馈 然后奖金流程这一块的话呢 也会根据它那个处罚的这个结果 来发放奖金 自2015年举报奖励政策实施以来 今年前八个月 共受理举报案件五件 其中涉及购物店虚假宣传两件 海鲜店缺金少两两件 理疗店无证经营一件 查十三件 发放举报奖金十万元 在旅游市场整治和规范中 三亚依托三亚市民游客中心 建立了以旅游警察 旅游巡回法庭 旅游纠纷人民条件委员会 和各行政执法部门四为一体的 旅游市场监管体系 清理打造旅游治理铁军 适用于各类涉旅案件查办 通过有效打击整治 三亚旅游诉讼案件呈断崖式下降 2013年159起 2014年130起 2015年下降到9起 2016年2起 2017年到目前为止1起 然后对这个全市的涉旅的重点企业 还有一些有违法违规的行为的企业 我们都进行了约谈 然后是划备动为主动 要旅游市场监管和旅游市场治理 要主动出击 争取做到有头必回 有数必硬 抓到一起查处一起 然后奖励政策的话 也会当期兑现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